好萊塢动作大片《玩命关头》 走过23个年头风光推出第10集 上映之后全球开出红盘 在美国跟台湾都登上票房冠军 《玩命关头》第10集重磅上映 由冯迪索饰演的飙车高手唐老大 对决水行侠杰森·摩莫雅饰演的大反派 神力女超人盖尔·加朵 21号也在社群平台表示 他在电影中惊喜回归 《玩命关头》系列电影走过23个年头 场面越来越浩大 今年风光推出第10集 不少影迷发现 饰演《玩命关头》主角之一的保罗沃克 是在2013年不幸出车祸离世 2023年上映的《玩命关头》时 正逢保罗沃克逝世10周年 展现剧组对保罗沃克的怀念 《玩命关头》时 还是系列中制作成本最高的一击 外媒估计 全球票房至少要达到245亿台币 才能够打平 另外 巨石强盛预计在2025年上映的续集中 强势回归 让影迷大呼过瘾 临又任编译 竖放在2014年上显到 219年上显倒 数字面・正好